第五場是另一組的四班千二米 都是選擇雷神的馬做蛋 4號的王者騎兵 這組馬裏真是清雲 最有win上真是這隻馬 雖然上場一樣有個好檔 我反而覺得那場出閘太快 在二疊和人鬥消 捕捉是一塊 賽者都被人問 都要解釋一輪 這次應該會找些遮擋 因為他前一次贏馬的時候 是有遮擋 放到難贏馬 健康在望 健康在望剛剛在田草都可以贏 他沒理由在谷草 王者騎兵 這次希望上場被人問完話 今場會升升定定發揮得更好 所以葉溫都一定會替這隻4號王者騎兵 選擇去腳 拼在這隻7號的銀士 上場呢 季內初跑谷草 突然有些飛數支持 之前一直都沒有看 林場落重飛6-6.5倍 那一場就沒辦法 被人搶放上來 捱不到尾 但開始見輸近的 今次都不幸運 希望王浩南早段再積極點 這隻馬 越跑越近 這場王者騎兵 一隻熱門 如果搏爛腳 我會把這些 開始逐漸到位的馬 再選擇一隻正老的配角 10號的馬布 今季跑兩場都上名 初出一千 上場一千 上場一千二 都沒什麼跑錯 放了出來之後 輸給索仙三馬功臣 都沒什麼說 輸一個馬位 逐漸到位的 今場可能檔位 外移少一點 有機會稱低一點 對手很強 王者騎兵 動了在這 這場 他應該都是三甲 最多三甲 3號的銀量之星 何良 希望不是第二隻毛駕寶 彎了跑不回來 上場 現在落到四甲 都很有利 上場 追回上來 第四 追的一段都吸引 看他追上來 輸給快樂歡騰 瘦神 那些馬 現在四甲 跑過一班 今場十二檔 希望他真的流流聞埋 衝一段又追得近 跑法被動一點 WIN 搏不夠 腳搏 他有班 說來講 這場 我選擇一隻 4號的王者騎兵 再選擇一隻 腳 應該會有少少賠率 十多倍 7號的銀士 10號的孖寶 3號的銀量之星 4號的銀貼 10號的銀貼 而且 彼 MV 谢谢大家